Hello大家好,我是米开,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855题Exam Room 这道题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考试的房间 然后呢里面有N个座椅排成一排 然后呢这个座椅的这个编号呢是从0一直标到N-1 然后当一个学生进入这个房间呢 他有这么一个这个落座的要求啊 就是说他需要跟周围的人保持这个最大的距离 那么这个周围呢因为他是排成这个一排的 所以说你就是要跟你前面和后面的人啊 这个距离要最大 你不能就是比如说紧爱着他们坐啊 或者是存在就是能让你跟其他人啊 保持最远距离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坐那里 你不能坐别的 那如果存在啊多个 这就是比如说你在坐在像这里一排的话 你坐在这里跟坐在这里啊 都是可以保持跟周围的人啊 有相同的这个最大距离的 我们优先呢去取就是比较靠前的位置 让这个学生去落座 然后呢我这个class里面呢 有这么几个API啊 seat呢也就是说 就是当这个学生进入进来之后呢 他这个seat之后呢 我会retend一个int 这个retendint呢 也就是他当前所做的位置 然后leave呢也就是说 我leave就是这个学生 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p位置上的学生 他离开了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example1啊 首先我们在这个购道器里面啊 相当于是要给他预定他的这个长度啊 就是这个教室 教室这一排这个座椅的大小啊 那么10呢也就代表啊 这个教室啊 他顶多啊 有10个学生可以来啊 然后呢我会让他seat 那我就调用这个example1的seat这个method 那seat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第一个座的话 如果是10个座位的话 我们一共是有0到9啊 这么10个座位啊 那么我们第一个学生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知道 根据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限制条件啊 如果是跟周围人啊 都有很多种 跟周围人距离相同的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取第一个 那么当我第一个人进来的时候 因为距离一个人都没有坐 就是所有的位置都空的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条件呢 我们一定会坐在0啊 就说第一个人一定是蹭0的 那也就代表他是坐在这个0的位置上 那么如果我们再进来一个人啊 我们再进来一个人 他要跟他保持最远的距离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 首位的这个座位啊 已经坐了人了 那与他最远的 那么也就是末尾的这个座位 那么所以说下一个人 他一定会坐在9 那么当我这个第三个人进来的时候 我相当于是要坐在与0跟9啊 都要有最远的距离啊 那么也就是他中间这个位置 那中间这个位置呢 相当于就是我的右边界啊 9减去我的左边界是0 除以2 再加上我左边界如果不为0的话 我还要加上左边界 他之前的那段位置 因为对于这个值来说 我不仅仅是这一段的距离 我还要包含他们共同的 这个前面这一部分啊 如果存在的话 所以说我还要加上0 那么这个就是等于4.5啊 那4.5的话 我们自受无论就是在4的位置 之后呢 我们如果再进来一个人的话 他会在0到4之间啊 有一个可能的位置 4到9之间呢 也有一个可能的位置 我们首先先计算一下0到4啊 可能就4减0除以2加上0啊 那么也就是等于2 然后呢9减4除以2加上4的话 也就是等于就等于6.5 16这个位置啊 那么我发现他的最短距离啊 都是长度为1啊 那么所以说啊 他坐在这一个位置 跟坐在这个位置都是一样的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要求的话 我们会取较为靠前的那个座位啊 所以说我们就会落在 落坐在这个2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下一个位置呢 也就是2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到了这里啊 那么有一个学生离开了啊 这个学生离开 他是4号位这个学生离开了 那么既然4号位的学生离开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 Leave啊 然后就把这个座位的信息呢 给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又有一个学生进来坐了 那么这个学生进来的时候呢 相当于说我们需要考虑啊 0到2这个范围啊 可能的位置 跟2到9这个范围里 可能的位置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首先0到2这个范围呢 我们也是一样啊 2-0除以2加上0 那么对于这一段呢 就是9-2除以2加上2 那么很明显啊 肯定是在这一段里面 这个取中值啊 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这个答案啊 那么我们这样算出来 应该是10等于5 约等于5 然后我们会坐在5这个位置 那最后我们是落在5 那么基本上一个 非常基础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已经可以有了 我们就维护一个list 这个list里呢 我们就维护好 它这个每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先坐在0这个位置啊 然后下面呢 与它最远的位置呢 是9 那么像list里面啊 加到对应位置啊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学生嘛 那么我就把它加在后面是加9啊 然后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在0到9这个中间 它有一个数字为2啊 那么我们相当于是就差在 0跟9之间 差一个2 这个list当中啊 那么像这个呢 我们有一个5啊 那么相当于在这个2到9之间 再差一个5 然后呢 每次我们维护好这个list的时候啊 我们只需要啊 如果下来 下面再进来一个学生 我们只需要把两两之间啊 就是如果他们中间有空隙的啊 就是你还能做人的话 我们就计算一下 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 我们就从左往右去辨论 那么这个大概思路呢 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是如何使用这个代码 去实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内容的 首先呢 我们就维护这么一个list啊 它是这个所有的整数啊 然后呢 它是相当于seat的这一个list啊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学生做的 这个位置的信息啊 存在这个list里面 那我以后两个参数啊 一个start 一个end start呢 就等于end呢 我们依旧是等于n-1啊 我知道我开始是从0开始 结束呢 是在n-1的位置 然后seat的话 我们就给它初始化一下 做一个reference reference到一个linked list 为什么使用linked list呢 是因为我们会进行一个这个离开 离开操作的话 相当于是我们这个seat里面 需要把那个位置的这个人的座标呢 给删掉啊 所以说我们需要使用linked list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插入删除了 之后呢 我们就这个主题函数就是seat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刚才也说了 就是一个人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加这个0啊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什么人都没有 它一定会坐到位置0这个位置啊 所以说这个第一个情况 我们就写好了 之后呢 我们把max啊 作为我们这个integer minimum value 那么就是最大的这个距离啊 我们把它维护成这个整数啊 最小值 那么我们要取这个他们之间距离最大的情况 对吧 然后呢 我们pick呢 首先初始化为-1啊 index也初始化为-1 这个index呢 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位置 就是它所要插入的位置 就是它要插在list里的那个哪个位置啊 pick呢 也就是我们所要pick的那个值啊 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判断啊 如果seat get 0啊 它不等于0 就是说我首部的这个位置啊 seat这一个list里面 第一个那个值啊 它不是0啊 那么如果不是0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因为如果不是0的话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forlook的情况啊 我们不是所有的考虑 他们之间的这个情况啊 那如果0不存在的话 那我如果不进行这么一个判断 相当于我会从2开始 那么我只会考虑29这一段啊 那么它前面这段就会被我们漏掉 所以说我们首先呢 要做一个这个if判断啊 先判断一下 我这个0啊 是否还在 在的话 我相当于是 就正常算 如果它不在的话 我相当于要把这个pick呢 先做0 我们先从0开始 我们把这个0这个位置 这一段啊 先计算一下 看一下它是否 是一个可能性的单 最后啊 我们对于这个末尾呢 一样啊 这个末尾 尾部这一段 我们也是进行通常的操作 因为比如说像这个9 我们不存在的话 我们相当于 这里就有025嘛 那么我只会考虑 02这一段 和25这一段 那么我还要考虑 59这一段 但是这个9这个值呢 又不在我这个list里面啊 所以说我自己呢 要加一个额外的判断 所以首部跟尾部啊 这样的判断 我都需要进行做 这种这种情况呢 就只有人离开会产生啊 因为你这个一般进来之后 你的首尾啊 就是作为 就连续进来的话 你的首尾一定会有人的 那么一定是离开了之后 你首尾才会出现没有人嘛 所以说一旦你离开了 就需要考虑这个位置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啊 所以判断 然后呢 主体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left和right 从0开始去变利啊 那么如果我还等于0的话 我们就continue啊 这个像这个left呢 就是从第一个开始 之后呢 我们叫left等于right就可以了 相当于是这样的话 会让它比较快啊 我不需要去 频繁的去这个seat里面去get这个值 相当于我每次只要get一个值 比如说像我一开始是left等于0 right等于2 那么下面呢 我的left就会等于2 那么相当于它这边有个值的交替啊 那么我就不需要再去get一次 我只需要把这个right 复制到这个left上就可以了 这里也就是我所做的这一步啊 之后呢 我right呢 就去get一个新的值 就是i这个位置的值啊 之后呢 我计算一下他们这个距离 也就是我们刚才啊 这里所计算的啊 然后呢 我这个distance呢 也就是啊 这个med减去left 他们之间的这个距离啊 那么这个距离如果大于max呢 我这个max就被替换掉 然后的peak呢就对于mid index呢也就等于i啊 就所以我插的这个位置呢也就等于i啊 最后呢 我当我这个所有的这个 seat这个值啊 处理好了之后 我这几个参数我都已经计算好了 我知道我插在哪个位置啊 选的是哪个值的时候呢 我只需要把这个seat里面 加入对应位置啊 加上我这个所pick的这个值啊 这个pick的这个值呢 也就是我当前啊 他所应该坐在的那个位置啊 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pick的return一下 就是这个人啊 他坐在哪个位置上啊 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leave啊 那如果leave的话 我们这边就简单做一个for循环啊 从0开始啊 一旦啊 这个seat.get i的话就是di位置的这个值啊 它是等于p的 就说明就是他们俩啊 坐的这个位置是相等的 那我只要把这个值呢 给删掉就行了 这个一旦这个seat里面 这个值被删掉了 我们相当于就是这个人离开了嘛 这个方法呢 也可以继续进行优化啊 但是呢 它还是相当于比较繁琐 而且速度会相对慢一点 那么我们下面就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比较非常好 而且这道题可能就是专门去为 这个方法所设计的 那么也就是一个treset 因为我们set是无序的嘛 但是对这个treset来说啊 它是有序的set 然后呢 它默认排序呢 是从小到大啊 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改这个comparator啊 来自定义它的排序啊 因为这个treset是基于红黑数 所以说呢 它速度非常快啊 只有在极端情况下 才会略选于平衡二叉数 那么我们自己手写这个红黑数啊 是不现实的啊 因为你需要很长的代码时间 因为你如果是在面试的情况下的话 你不可能去写一个红黑数啊 啊 那么我们直接用这个已有的class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优秀的选择啊 那么我们就直接引用这个leadcode的solution里面的这个方法 去讲解一下啊 我没有自己再写一遍啊 那么原谅我比较多了 那么我们想来看一下这个treset是怎么去使用的啊 因为它是红黑数嘛 我们啊 我们可以想到一般跟数有关 它基本上是logn的这个速度啊 那么相对n个点呢 也最多就是nlogn啊 所以说它这个排序呢相对比较快一点 而且啊 是会节约时间啊 你会少很多这种便利去get它的这个时间 因为你向你去get 需要这个on的时间嘛 对你对它来说 它去get一个或者去删除的话 只要logn 那么明显这个速度就会快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treset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这个int.n呢 就是维护好这个n当前是有多少 有多少作为可以做啊 然后treset 我们给它出实话一下啊 然后呢之后啊 我们首先先这个intstudent的预理啊 那么这个也相对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因为这个student一开始 它就是在这个0位置 那么所以它一开始进学的时候 我这个student这个treset 它是空的啊 那么空的的话 直接会到这里 就会把我这个0这个位置 这个值先加进去 那么就是相对第一个位置是0 那么也就跟我们代码 刚才所做的这个第一步啊 是一样的啊 之后呢 它做了两个相对比较优秀的这个处理啊 比如说像这个distance 它会是student到first 那么相当于是我初始的这个距离啊 我是以这个第一个值的值啊 作为这个我的开始啊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要么我初始是0 如果我初始不是0的话 我的初始最小距离呢 也就是我这个0这个位置到当前这个值的距离啊 那么相当于直接distance我就已经知道了 相当于是啊 这一步啊 我就可以不用这么做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处理啊 之后呢 再相对这个手部给处理掉了啊 然后同同样的啊 它尾部啊 也是一样的 在这里进行一个处理啊 考虑了一下这个尾部的这个情况啊 这个考虑尾部的情况呢 也是跟我们是一样的 之后它这个主体的话 也就是便利啊 所有这个在这个treset里面的学生啊 这个使用的方法呢 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他首先是把previous 做一个num 之后呢 他这个 如果我的previous啊 是等于num的话 我的previous就等于s 相当于第一个字 我就先复制一下 之后啊 如果他不等于num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是不停的去计算 他们两个数字之间的差 去找最大的哪一个 这个方法呢 也是跟这边完全一模一样的啊 但是呢 是因为这个treset 它有这个本身结构的优越性啊 所以它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啊 最后呢 我这个leave呢 也只需要在这个students里面去remove掉这个p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啊 那么总体来说呢 这个treset的方法呢 会